欢迎收听长篇有声小说《退伍了》第25集 这天中午下班后,四川老哥叫住了周飞,领着他坐上了公头的皇冠车 公头亲自开车也不说话七扭八拐地到了一个看起来很高档的粤菜大酒楼 周飞坐在车上很纳闷,但他也隐隐感觉到了老板请一个小民工吃饭肯定是有什么好事 胖公头点了一桌子的菜,说实话,这些东西对周飞没有一点诱惑力 还不如让他在工地上吃白菜粉丝,就着老哥的四川辣椒酱 周飞吃过粤菜,一顿饭下来嘴里能淡出鸟来,只有广东人煲的汤还有点滋味 这工头架子端的还真不小,跟在工地上监工时判若两人 根本就不拿正眼看周飞,酷得跟个小日本的相普大师似的 四川老哥笑咪咪的,跟着老板后面神神秘秘的也不说话 周飞瞧他二人的样子,心里还真没底儿 等到所有的菜上齐了,工头掐了手上的半截烟 举起筷子手一抖,意思是号召同志们吃饭了 周飞是真没胃口,拿起筷子不知道该伸向哪里 索性放下筷子,坐在那里直愣愣地看着工头东抓西扯 工头低着头像是饿了好多天,嘴里塞着鸡屁股,手上拨着虾壳 根本就没打算搭理周飞 四川老哥估计是见惯了这场面 像在自个儿家里一样,不用人招呼 不紧不慢地自己吃着,也不催着周飞吃菜 四川老哥看出老板的情绪有点不对劲 周飞平常的机灵劲不知道哪儿去了,从一开始到现在就眼里没活 不知道给老板开开车门,让让坐倒倒茶什么的 傻不愣登地跟在那儿坐着,像没事人一样 他赶紧坐到了周飞的旁边引导 周老板想问你在部队里有没有学过舞,打过枪什么的 周飞同志这下心里有数了,对公头说道 我们是武警特勤部队,跟特种兵差不多吧 盼公头剃着牙,听周飞说完,漫不经心地问道 特种兵也有养猪的,不会打架得多得很 周飞听出来,公头可能是有点看不起自己 或者说是在击他,也就装着无所谓的说道 是啊,没当过兵会打架的,也到处都是 这公头是个老江湖,听周飞这么一说 就觉得这小子搞不好还真不是虚的 又问道,上过学没有?周飞越听公头这话就越不舒服 心想,就你那素质还不知道有没有小学必应 心里这样想,语气也就变了 上过几年学,一般的字都会写 四川老哥急得在餐桌下面,把周飞的脚背都踩肿了 周飞是诚心的,反正他觉得这个公头是个粗俗的角色 就是压他让我干副总,老子也不会干 公头显然是有点不耐烦了,最后问了一句 会开车吗?汽车会一点,没拿正,摩托车就没有问题 周飞说道,公头拿起放在椅子背后上面的外套 站起来说道,先跟着我干吧 然后,用手指着四川老哥说道 干什么,他会跟你说的 说完自顾自地走了出去 胖公头一走,四川老哥就垮下脸来数落周飞 你娃,我还向老板推荐你当他的助理呢 你狼哥就伪了呢,跟老板讲话也不能客气点 周飞笑道,谢谢老哥,我知道您的好意 可是老板讲话我都听不懂,没办法交流啊 四川老哥叹息道,本来他答应让你跟着他 开开开车,管管工地什么的 你娃没服销售啊 周飞不解地问道 那刚才老板走的时候,说要我跟他干,不是那个意思? 四川老哥摇摇头 老板的意思是要你跟他几天看看 不过照我看,你刚才的表现,估计他不会重用你 只是给我面子,不好怎么讲 周飞松了口气 既然老哥这样以为自己正好就泼下驴 也就不会太让他难堪了 于是满不在乎地反过来安慰老哥 没关系,反正我也干不来 还是待在工地上自由点 你也知道,我不会干多久的 四川老哥虽然嘴上没再说什么 可心里很郁闷 本来想着周飞要是答应了 自己又做了好人 又报答了老板这么多年来对自己的照顾 没想到热脸贴了个冷屁股 这小子不知道心里想什么 失去了这么好的机会还无所谓 周飞拒绝了公投 心里觉得蛮解气 这个黑心肠的家伙 以为自己有几个臭钱就他妈的嘚瑟 把自己的工人当牛当马使唤 这些钱都是昧着良心喝民工的血 拨民工的皮赚来的 没什么好羡慕的 只是感觉有点对不起四川老哥 人家跟自己素昧平生 这么帮自己 自己却让他在老板面前很没面子 周飞决定干点力所能及的活 来感谢这位大哥 周飞第一天晚上收工前 帮四川老哥在医院里打了一桶热水洗脚 后来发现那些民工下班后 因为工作时间太长 人很累 医院又不准成群结队的民工去打热水 他们就放点自来水洗洗脚 有的甚至根本就不洗脏兮兮的倒头便睡 第二天 周飞就在宿舍找来了十个水桶 装满了热水 一个一个的提回来 等着社友们下班 这件事情 把宿舍的二十多条汉子 着实感动了一把 虽然由于语言障碍 很多人与周飞讲话不多 但他们的眼神里充满了感激之情 这样的好日子过了五天 工头回来了 而且还拉来了一大客车人 估计至少也有三十几号 三间工棚显然已经住不下了 医院里又给了一个废弃的大地下室 那里的条件很好 又有地板又暖和 随便找个东西铺在地上 往上一躺比睡在旅馆里还舒服 工头就安排一些先来的民工住进去 当然周飞也得到了优待 可以跟他们一起搬进去 没想到晚上要搬家的时候 有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突然叫道 那里原来是太平间 我原来的一个老乡车祸死了 我去那里看过他 这一叫 一群民工都吓出一身冷汗 大家吵吵嚷嚷的不愿意住进去 只有周飞跟四川老哥和几个年纪大的民工没讲话 四川老哥又站了出来 试图说服大家 不过这次不灵了 一群民工宁愿躺在工地上 也不愿意睡太平间里 闹了半天 不知道谁找来了工头 工头穿着个睡衣铁青着脸 东嚷嚷吸梯梯 结果只有几个人垂头丧气的站起来 其他的全蹲在地上 赖在那里死活也不愿意起来 工头没办法 只好叫四川老哥和周飞 去把下午进来的那三十多个老乡给叫了起来 准备把这些新人全部赶到太平间里 这些工头的老乡也真给面子 虽然极不情愿 但都提了行李 服从了组织的安排 后来老板拆了一个老乡 去买了一堆明币香火水果什么的 安排人在离那个太平间不远的地方 烧了一个晚上的火 本来周飞不相信有鬼 也就没觉得害怕 反正太平间里睡上一大帮子人 这下看人念念有词地在烧着纸 一股寒意从脚底板窜到了脑门 头皮直发麻 工地上的民工朝齐了后 周飞的几天好日子也就过完了 又开始了搬钢筋脱水泥 一身臭汗一身泥的生活 一天十六个小时 头两天还无所谓 连续这样还真有点吃不消 正如四川老哥分析的那样 判工头后来就没提过 要周飞跟着他干的那件事 这多少让周飞同志有点失落 毕竟被人重视 被人认可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 周飞这几天还一直在琢磨 要是判工头不依不饶的就看上了自己 该怎么去拒绝人家呢 1999年12月1日 一个很平常的日子 周飞来到这个工地的第九天 判工头心情大好 这几天的工程进展很快 就快气到第二层了 本来是要五号才发工资 现在调整成一个月发一次 工头不敢再拖 大清早就提了一个皮包 装满了现金过来 除了给那些干满一个月的人 悉数发放了工资 还给所有刚进来的民工 一人发了一百块 周飞从工头那 带着两颗巨大的金戒指 胖得像个刚烤出炉的面包的胖手里面 接过了一百块钱 甭提有多高兴 好多天没见过钱 就连钱涨的啥样子都快忘记了 拿到一张百元大钞 我们已经穷怕了的周飞同志 能不激动吗 周飞拿了钱 吃过午饭 就赶紧跑到外面 买了两盒精装的特美丝香烟 一盒揣在了怀里 一盒拆了 就满工地的追着熟悉的人发 一看周飞拿了包好烟 结果看见的民工全围了过来 周飞又在怀里掏出准备吃毒食的那盒 接着发 还完四川老哥的四十块钱 周飞又买了盒烟 并且给自己订了量 一天最多只能抽五根 得吃完饭 偷偷的一个人抽 一盒烟能抽四五天 周飞摸了摸口袋里剩下的二十五块钱 离下次发工资 还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如果不恶意超支 就能够确保每天都有烟囱 周飞觉得 日子开始有点盼头了 她甚至还有一种 从未有过的幸福感 晚上 民工全放了羊 周飞百无聊赖 她不可能也跟着这些人 出去找那些乐子 就是有那个想法 口袋里有钱 也不能去 花钱作见别人 更是作见自己 没经历过男女那些事 虽然无比向往 但眼头不会像过来人那么大 她一个人洗得干干净净 跑到医院里去看小护士 有些日子没干这事了 想当初在部队里 一到节假日 老兵们都会有事没事的 头上打点蜡 军鞋擦得能够照见脸上的毛孔 跑到卫生队里去看小护士 有个东北老兵是个典型的花痴 他能从早上就跟那坐到晚上 不吃不喝的就吃吃的 看着那几个走来走去的小护士 晚上回去翻来覆去 折腾半宿睡不着觉 第二天早上起床的第一件事 就是收了床单泡在桶里 天下事无巧不成书 周飞刚进住院部里溜达 就碰见了拓帮的一个女同事 这个女孩是制造部的一个小组长 原来还在周飞手下实习过一段时间 因为突发懒尾炎 前天被送到这个医院来手术 现在就住在一楼的病房里 这会儿正一个人扶着墙 准备上厕所 没想到跟周飞撞了个正着 这个女孩看到周飞眼睛直发亮 兴奋地嘴巴眼睛鼻子挤到一块了 赶紧抓住周飞叫道 周飞 周飞 可照到你了 周飞看到老同事也高兴 他知道这女孩性格直爽 之前一起胡扯惯了 就平开了 说道 啊哈 花花 怎么这么不小心 才几天没见就坐上月子了 花花皱紧眉头撑道 你怎么还是那个死德性 本姑娘狼尾开刀 疼死了 你还开玩笑 周飞听她这么一说 赶紧收起嬉皮笑脸的表情 关切地问道 厂里怎么没安排人过来照顾你 花花说道 昨晚上我们组里有个刚走 这几天厂里忙 我也没事了 就叫她回去了 对了 你怎么没打招呼就走了呢 厂里所有的人都在找你 听说刘副总还发了火 蓝小姐如果找不到你 就要挨处犯 花花继续说道 周飞以为花花在开玩笑 就不屑一顾地说道 你就扯吧 我这个小布拉子 犯得着公司弄那么大动静吗 花花急了 真的啊 我们主管开会都跟我们说了 只要看到你 务必拉着你回去 知情不报 还要受处分 周飞觉得有点可信了 就问道 不会是找到我回去绑刘杰吧 花花笑了笑 学着周飞之前跟她打去时的语气 你进扯 你可是大英雄啊 你走了 对党是个很大的损失 我们人民群众也不答应啊 周飞还想再探点什么 花花真急了 对周飞说道 我要去上厕所 你去十四号房 等我一下 一会儿回来 我们再聊 周飞等花花走了 想想口袋里还装着二十来块钱 就一个人跑到外面 花了二十块钱 买了几袋水果 回来时走在路上 心里还在想 人算不如天算 看来又得断锤了 花花上完厕所回来 没看到周飞 就跑到楼道尽头的磁卡电话那边 给公司打电话 因为是晚上 办公室没人值班 打了半天 电话给转到了保安室 当班的正好是老葛 这家伙一听花花说 周飞就在他那里 放下电话 就跑到蓝小姐的宿舍 去找他 蓝小姐兴奋的 马上叫了车 要跟老葛过去接周飞 周飞买了水果返回来 花花见他进来就说道 你别走咯 我刚刚打电话给公司了 蓝小姐肯定要过来 接你回去 听花花这么一说 周飞心里也很激动 但她总觉得心里堵得慌 现在这个样子再回去 还不知道是个什么结果 当初给蓝小姐留下那封信 写得很绝 才几天功夫又回去了 肯定得被人笑话 花花看见周飞沉默着 好像有心事 就问道 你该不是找到更好的工作了吧 现在在哪上班啊 周飞苦笑着 没吱声 继续在想着心事 花花躺在床上 伸脚过来 踢了一下周飞 喂 问你话呢 你在哪上班啊 周飞不好意思讲 自己就在医院的工地上 做小工 回答道 啊 就在这附近不远 过了好久 周飞对花花说道 你帮我干嘛 等会蓝小姐过来了 你就告诉她 我暂时不回去了 如果要回去 我会主动找她的 花花显然有点不满 你自己跟她说 一会儿她过来 没见到以人 我回去肯定得哀训 我晚上还要上夜班 没请假 一会儿她来了 我再走 肯定得迟到 改天我再来看你 周飞说完 站起来就走了 这个花花机灵得很 不愧是训练有素的 基层干部 看出周飞有点不对劲 等周飞出了病房 她就偷偷地跟了过去 周飞出门 没转弯 静直去了工棚 这一幕被跟在后面的 花花看得是 真真切谢 长篇有声小说 退伍了 第25集 就为您播讲到这里 欢迎收听下一集